走那个穴瓦山路线 往雪地走的石头公布 白雪埃埃的雪好深的 达到豆皮儿这么深 平时啊 适合年轻人住 适合年轻人 闯一闯就可以了 我年轻的时候我还想去 但是我还好 比有些年轻人不一样 去北上广工作 我不去了 打工我不去了 我自己干了 不许我经常出去玩 我可不许 战友区故意怎么样 介绍一下 你不喜欢台湾姑娘吗 昨天还想给人死了 我叫台湾妹子吧 台湾妹子就是她说话的声音啊 我聊一下台湾人吧 聊聊台湾人 我至少遇过四五个台湾朋友 包括在桂林 广西桂林大家就知道啊 广西桂林还在哪里 还在北京 北京包括我们青岛的遇见过 其中遇见过一个台湾小妹子 小妹儿 小妹儿 我们叫小妹儿嘛 哎呀 说话那个扁啊 哎呀 哎呀 不说了啊 扁下来也说起来 哎呀 即使她生气 也是那么扁 说起来 哎呀 觉得你也不生气 即使她着急啊 觉得她不在着急 我都笑 每次听她说话都想笑 着急还是不着急啊 说起来 哎呀 那个三妹是男的 男的 她说话也是呢 男的 我觉得台湾男的要这样说话 我觉得没点上男的汉子气候 男的汉嘛 直接直接的说话 不如说通通出气吧 怎么有男的汉子气候 有孩子说话 哎呀 那感觉真的 挺舒服的 看她也不生气 然后再青岛 青岛也是祝青年纽社 那那个 祝青年纽社 我只认为我朋友开青年纽社 我身边就走开运营 我带她出去玩去 没去过 说一说 我得去吧 挺有意思 她说话什么也挺有意思 所以说 宝岛台湾嘛 你去一下 我和初中我骑单车的时候 遇见过一个台湾的 好像是 台南的好像是 年纪很大 比我大 那时候我去杭州 一直骑台车 沿海平 一直骑到往前黄城港 十多年前吧 她属于那种台干 跟她一个亲戚好像开工厂的 就让一个亲戚 不要她 就是说 不让她工作了 我不顾她 最后她骑单车好像去 去苏州 找她朋友 同种遇见了 聊天呗 就是台南的吧 我没说现在不是台湾 台南就是台北人 什么台南就是台南 台南在南边 台北在北边 变成台北人 那你就骑车 哎 不明思义 一北一南呢 我不用用地图 光看这个名字 台南就在南边 台北就在北边 是吧 我还在台北边 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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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车